2名健身房工作人員站在門口 有學員想要進去運動 遭工作人員擋門 借口大停電無法營業 但把學員趕走後 衛生所人員秒現身 衛生局 衛生所 衛生所人員神神祕祕 疑似就是到健身房調閱監視器 網路上也封傳確診者足跡來過這 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下午公布最新確診名單 唯一一名南部確診案例案1289 是名媛30多歲女性 也是案1229女兒和誓詞會相關 當時北上和家人聚會 後來得知父親染疫 自己到院裁檢確診 案1289因為父親沒有誠實 結果讓確診個案稍等南部 13號晚上健身房突然修管貼出公告 說配合防疫政策 要到5月18號才恢復營業 連鎖超市鐵門申鎖 也貼出公告要做電力測試 還有人觀察到當地衛生所 深夜時間工作人員全身防護衣 還有一輛防疫專車 詭決氣氛讓大家人心惶惶 要比較超前 比較民粹 按1289足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還沒正式公布 但網路上傳的那些足跡 健身房超市已經大動作關門 派人消毒 也讓民眾抱怨 本土疫情升溫這麼快 為何足跡公布慢半拍 九五國鎮 高雄報導